這支影片由Atlist 贊助 點擊影片下方連結加入會員 可以獲得多兩個月的會員期限 嗨 大家好 很久沒有這樣的單元了 今天是聊軟體 今天聊調光 是非常非常多人詢問的 應該蠻多人是用Sony的器材吧 甚至你不是用Sony 如果是Canon 可能有希臘 或者是Panon Sony 會有其他 但基本上它的邏輯都是一樣 就是這些數位的攝影機相機 它都是在模擬電影機的Rod 然後去讓我們有後期有調光的空間 那許多人都會上Lot 那我們這次要分享的是 如果我們不上Lot 我們直接用我們拍好的S-Lot 2 或S-Lot 3 我們可以調色嗎 那我們就拆拆看了 我們現在在Timeline裡面可以看到 1 2 3 4 5 6 我放了6個Clip 我們看可不可以全部都調 它都是不同機器拍攝的 有A7R 2 有A7R 3 有A7R 3 有A7R 3 有A7C 然後也是不同 不同時間拍攝 像大家現在看到這個Clip 應該是2018年拍攝 它是3年前拍攝的 我們先看一下 然後我盡量用最快速的方法做調色 然後我們 不加Lot 我們會先找到自己想要的 一個定格的畫面 從這邊為基礎架構去做調整 OK 我們會在 我們的軟體裡面看到 Rumetric Color 這是我們 我們調光的時候都是在這邊處理喔 所有東西細節都在這邊 但我還會再做一件事情 我會再把旁邊的Rumetric Scope 調出來 這邊我可以看到我的曝光 是不是正確的 好 因為我們不會加Lot 所以我們的對比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會拉多一點點 我直接把Contrast稍微 稍微拉起來 然後 Highlight Highlight降低 我把White拉高 然後Shadows Shadows Shadows Shadows下來 Blocks下來 好像這樣不錯 OK 這樣看起來還OK 然後 這邊有一個Creative 我們等一下再說 但是我會先想要把我的自然飽和度 整個再拉高一些些 我的Vibrance拉多一點點 OK 然後Curves Curves這邊 我們直接調一個最 最基本的S Curves 把對比整個拉抽出來 OK 對比 然後Meetone就在中間 其實它Highlight太多了 並沒有很好看 然後Shadow 一直直覺它是會在壓 Ctrl D Ctrl D 回來 我覺得我直接這樣抽 然後 這樣壓 這樣回來 Meetone拉起來 OK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看 我把 Rubish Color 關掉 這是Before 就是After 你已經看到一些對比出來 好 最重要的地方是在這裡 我們會到 Color Wheels 這邊我們會看到Shadows Meetone Highlights 因為我們沒有加Lot 所以這邊更重要 就是我們要把 顏色 補到我們的畫面裡面 把我們的喜好補進去 所以這邊是 這邊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先直接看 我覺得在這畫面 可樂的膚色是好看的 然後整個空間 它整體算舒服的 通量 我們先來調整 它整個色通 我通常會從 Meetone開始 Meetone是我的主色 我Meetone抓得差不多之後 我再從 HIGHLINE跟下手 去做一點點的調整 我想要讓它 藍 橘的感覺 嗎 對 我走藍一點點好了 還是我們走暖一點點 綠 綠不行 對 稍微一點點藍色 然後我直接 因為我想要讓 對比多一點 我直接把Shadow Crank 壓下來 看一下 好 我們都還在安全範圍 再來 就我會看 現在有殼的衣服 然後還有皮膚 我們看一下 我就會到 Curve這邊 Curve這邊 我們看到 Hue and Situation Hue and Situation 我把它的膚色點起來 它就會選到 膚色的部分 然後 我們把它整個 膚色的 濃度整個 拉高 拉高也不要拉太多 這邊 嘴巴好像也可以再紅一點點 然後我嘴巴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對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然後 我想要去調它的膚色 讓它 這邊有個試管 然後我去吸它 我就可以吸到我想要的顏色 然後 把它往上調 就會稍微紅一點點 這樣子很誇張 然後再回來 再 一點點差不多 Alright 那現在看到成品是這樣子 我們把Rumetri Card 關掉 這個是 Before 然後這個點下去 這是After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不用加Lot 我們還是可以做簡易的調光 好 我們到下一個Clip看看 好 它是S-Log2 而且更明顯的 我們整個畫面 基本上沒有什麼顏色 所以我會 我會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把Rumetri Scope 打開之後 我們看到 它其實 它的最亮的部分 只有到64 所以這一個SIM整體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是要讓它整個是暗的 我們就試試看吧 然後 我們Contrast一樣會加 然後Highlight 然後我想要把對比 對比出來 Black 反而是不要加 你有沒有看到它其實雜訊 其實還是要靠 S-Log的雜訊 其實是靠對比 去把它壓下來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要簡易的 去做一些 最簡單的調整 然後 這邊色通 我不會調很多 但我會玩玩看 因為它會一條 是整個畫面都調 我們走 我想要走 一樣是 藍 藍紅 不要藍喔 有點濃跟綠 Film感 多一點點 藍色的 藍加紅 藍加紅還蠻酷的 好 我們先 我們先以這個為Bass 好了 然後 寶盒拉起來 寶盒拉起來 好 Curves 復古tone如何 我們整個把高光這樣抽下來 然後我們把 把Shadow整個踢起來 然後我們直接在這邊 這樣子 對比做在這中間 Alright Nice Nice 農一點 農一點 太極限了 快爆了 Alright OK 好 然後一樣 最重要的 Color wheels and match 嗯 Mid tone 應該是濃的 然後 Shadows Shadows 我們反而給它一個 有一點藍的 它感覺就會 有一種 跳出去的感覺 然後 然後 我們再把Shadows 其實有點極限了 大概 大概這樣 那個帽子 整個都黑掉了 Mid tone 是低一點 還是亮一點 我覺得啊 我還怎麼還沒在 偷拉亮一點點 OK 我覺得差不多咧 所以我們看一下 目前啊 如果這樣看的話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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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它是 S-Log 但我們其實基本上 我們 抓了一些色彤 然後 再調了一些 喜歡的對比 其實它整個顏色 就是會出來 蠻多的 其實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開始使用這個素材 OK 好 看起來大概是這樣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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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下一個 clip 這個是 這個是我自己 然後拿著A7C 所以 那時候我有兩台A7C 我們是用A7C 再拍A7C OK 就這個畫面好了 嗯 嗯哼 外面的光進來的很漂亮 然後反而是我扮別的臉是暗的 但這個對比感其實是不錯的 然後它的highlight壓在手的 手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角色有點被這樣 被這樣切開來 藍 藍痛 加一點綠 一咪咪就好 好 然後我覺得曝光 先 直接偷拉一點 一樣highlight 高光 對比 通常 對比一出來 東西的 的那個層次就會出來 那只是我們要小心使用 我們要拉 拉多少 然後 S拉 不是那個 Curves這邊 Done 然後這個 Up Meetone Core在這裡 然後 我們再讓Shadow回來 水 OK 我決定一下 Meetone 我想要有點黃 nice 然後 Shadow在 左臉這邊 它的機器 如果這邊給點藍 我覺得不是很油 其實 一咪咪的紅 然後外面的Shadow 簡單應該也是一咪咪的紅 一咪咪的綠 一咪咪的綠 對 拉高 Shadow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咪 有了嗎 它現在目前的層次就出來了 我們再看一次 Before 跟After Before After Alright 那我們去Curves 調一下 我自己的膚色好了 通常我們看膚色 我們直接其實可以用一個Mask 然後把我們 要看的皮膚 好 這是我的皮膚嘛 我現在把它框起來 然後我們在Scope這邊 這一塊 我們就會看到這裡 通常啊 如果我們的顏色是跟著這條線 左邊斜角這條線 它就是黃跟紅 這中間這條線 如果我們是跟著上面 基本上我們的膚色算是安全的 所以我做一個Mask 這個是它只讀取這邊的顏色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樣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可以把這個Mask刪掉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至少是OK的喔 那我 去調它的飽和度好了 我覺得它其實 如果不濃好像蠻好看的 就是它的飽和其實是降下來 多 降一點點好了 然後我還是把我的 把我的膚色去 拉 紅 紅 拉不了多少 我覺得還好 恩 OK 還有下一個可別 喔這個就是 A7S3 然後也是用351.4拍的 這顆鏡頭很漂亮喔 我們找一個 黃心發呆的地方 DOLA發呆的一個畫面 恩 應該是暖暖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就從這邊 我們先 在這邊整體 這是暖一點的 這是暖 恩 有點難做決定 綠綠的 好 我們這個都不動 我們直接先把對比拉出來吧 我覺得我把它 鋪的地方就 就 過鋪 其實我們看表格 它都非常安全喔 那時候拍起來是 曝光80 然後沒有再上去 然後暗部再20下一點點而已 整體的空間是蠻多的 其實 我們用 A7S3 然後用A7S3 拍真的 我們拍出來的東西有差喔 然後剛剛前面用 A7R2拍A7R2 我們後期可以做空間 真的還是感覺到有差喔 目前這個就是空間多很多 OK 我把block 跟shadow 整個壓下來 shadow不要太多 然後把white 拉起來 然後 highlight highlight其實直接起來了 這一次 OK 好 contrast solo contrast contrast 多 其實 這個 還是讓它對比出來才好看耶 好 我們等一下focus的應該就是 寶寶的 膚色的部分 因為它整體的 整個 拍攝的 它的 bass是好的 所以它怎麼調都不會太難看 我me tone 其實再壓回一點藍 然後 我的 shadow也給人藍 其實結果 調起來有一種 沒有加蠟 的確都很安全喔 那我們就把 就把對比拉出來 把什麼對比壓下來 漂亮 OK 所以 我們來搞一下 Dola的 膚色好了 寶寶喔 感覺它要通透 然後 紅一些些才可愛 大概 大概這樣子 然後我們讓它的 我們讓它的整個膚色是 是亮的 是亮的 暗的 對耶 我們可以亮一點點 亮一點點 然後 倒是它的飽盒如果少一點 是不是比較好看 對 飽盒少一咪咪 比較舒服 好耶 我覺得大概 好 這樣可以看看 這個是after 這是before 這是after 其實落差還是有 好 這樣就出來了 OK 我們這是最後一個clip 我家附近的一個路口 然後 是早上 所以它的光源是漂亮 然後是 比較柔的 畫面是豐富的 它一個 一整片的綠色 然後 黃色的招牌 然後 兩個 鏡子 一樣喔 我們只是先玩玩看整個顏色 藍 暖 我覺得有藍不錯 綠還好 紅多一點點 比較像大清早的感覺 然後 看一下scope 看一下scope 空間蠻多的 空間很多 非常棒 讓它整個鋪起來 對比 然後highlight soul 拉起來 快速的 我們快速的調 然後block block s-lux3真的不一樣 然後用了一些3 10b真的差很多 你看整個空間很大 我整個clank到最低了 它其實 還沒壞掉 還是很棒的 ok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 要不要復古筒 不要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清透一點點 然後 太多了 回來 少一點比較舒服 這樣 好 大家看到這樣 其實我們已經 把基本的對比調出來 但我們會發現 它其實 這個畫面少了一些東西 因為它 後面這個空間 它綠色很多 它綠色 我們現在綠色的有點淡 它實 我們所說 我實際 我實際在這個空間看到 這個綠 它是非常非常綠的 那我們試著 試試看 我們去把這個綠 的細節抓出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這個綠 抽起來 然後 我們去抓它的顏色 然後 把它整個 整個變濃 我們現在關掉 這是原本的 這是有的 好 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先把綠色拉出來了 然後 我們再到 Creative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Vibrance 我們把Vibrance整個 再拉出來 它整個綠就出來 但 這不是我們想要 因為它有點鮮豔 我想要一些風格 比較強烈一點的 Fill 然後 那個黃色拉起來 也沒有很好看 所以我們拉一點點就好 我們反而到 Curve這邊 隨著自己的喜好 去做調整 然後 我再把綠色吸起來 然後 如果 這樣有一點 青 這樣有一點黃 我覺得我們甚至把 綠做一點點黃 它其實是 其實 接近夏天 但 我們把它做得有點 比較 比較秋天的Fill 好像也蠻 也蠻有趣的 然後我覺得 這個綠它應該 按下來一點點 然後它反而會比較 會比較明顯 OK 然後 覺得 對比 對比這邊調 好 這一顆是定卡 所以我們是有機會 可以再讓它層次多一點點的 我到 我到我們的Effect這邊 然後我想要把我們的 Mask 叫出來 然後我會 叫一個圓出來 然後我只是想要把我們的 柏油路 壓黑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樣拉 然後 這邊是 Fed 然後我們讓它 雨化多一點點 對 不要 不要太多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做一點旋轉 大概壓彩 來 來 來 OK 那這邊啊 我們再做一點點對比 然後我們把 柏油路壓黑 嗯... 好像可以齁 OK 那我們再回到原本 Room Checkout了 好你看喔 如果柏油路關掉 然後原本的顏色關掉 這是Before 那就是我們 加了顏色之後 然後 然後再把 柏油路加上去 然後它 層次級就出來了嘛 好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我們今天 就快速的 用很簡單的方式 調這幾個顆粒 OK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分享 我覺得它算是分享 不算是 教學 一個簡單的調光的 過程 我們這一次的調色 都是 S-Log2跟3的檔案 然後我們不加 Log 我在調色的時候 會先focus我們的 曝光正確 然後有了之後 我再去調我想要的色通 有了色通之後 再開始 把細節調整出來 調整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Alright 今天就是簡單的 調光過程紀錄 的分享囉 下次也許我們就加Log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Alright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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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晚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